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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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能量来源未知 且它可以看 听和思考 X光 超音波和 无像都显示它完全是实目 除了那些装饰附件之外 SCP-1063无法说话 不过可以写出数个德语方言 法语也可以 心理检测显示 其性格和蔼可亲 情绪波动和智力情况都较低 备注 希望调查SCP-1063的研究员 因熟悉Fractors字体 SCP-1063 声称自己名叫 Vaihevanchasva 或黑森林主 并声称自己是真正的贵族 是收封于国王本人的 SCP-1063 没有提供更多具体资讯 例如国王到底是谁 不过他对于普鲁士的威廉一事 表示了轻蔑 声称他是一个新生的和后来者 这些态度以及SCP-1063本身的状态 指出他创造时间不晚于19世纪中期 这与其不是风格相符 SCP-1063 表示他的存在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由其声称的 第一次行走之日开始 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德国黑森林地内的树木 和其他植物生命 第二个目标是由 那些给了我万字秀代的好士兵们交给他的 是从那些说英语的入侵者中保护德国 在19 的德国 村庄的失踪人口统计数母已长 引起了基金会对SCP-1063的第一次注意 基金会人员伪装成搜索小组调查了领土 并在他们准备引火时遭到了SCP-1063的攻击 目标被迅速制服 并没有人员伤亡 在捕获SCP-1063后 基金会人员强迫目标给出了数据 因为不尊重并有害于自然 或说英语而被他杀害的人的尸体 这些尸体被进一步肢解 以作为证据证明他们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爆炸物的官方说法 以上就是SCP-1063 简单地说 SCP-1063是一个木制的机械人 左手是一个十分锋利的巨斧 会攻击破坏自然还有讲英文的人 根据作者的说法 SCP-1063原本被创造的目的是保护自然 但在因为某些原因进入休眠后被纳粹找到 并加上了攻击说英语的入行者的任务 这些影片都在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和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